大家好,欢迎回《侏罗纪公园》,我还是你们的讲解员,小侠。 愚蠢人类的故事还没有结束,他们不作就不会死的精神将在《侏罗纪公园》身落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。 比如电影开头的小杀举,世界那么大,哪里都可以来度假。 偏偏有这么一户土豪家庭,开着游艇到了荒岛,又偏偏做父母的放任小女儿在海滩边随意奔跑。 再偏偏,熊孩子爱心泛滥,看到恐龙还要喂零食,在这么一连串的作死当中。 哈哈,恐龙岛神秘的壁区浮出水面。 据哈蒙德老爷子交代,这个壁区才是制造恐龙的核心区域,第一部里面那个公园都是逗你们玩的小case了。 嗯,眼睁睁看着编剧为了续集强留一手的无耻套路,看在恐龙的面子上,观众们忍了,但是男主杰夫高布伦,忍无可忍了。 他告诉哈蒙德老爷子,上一部你忽悠我就算了,这一次又想作死啊,我说什么我都不答应了。 然而,生命真可贵,爱情价更高。 当男主得知自己的女友已经率先登岛送死了,自己也只好答应了这波送人头的愚蠢行为。 你别管上一部打光棍男主啊,为什么突然发展出了爱情线,你也别管身为白人的他为何有个黑人女儿。 这些小问题在恐龙眼里那都不是个事,管他黑的白的,谁来了不是肉啊,是不是? 更何况,以肉食恐龙们的饭量来衡量,男主一行五个人,还不够他们四牙份儿的呢。 吃不饱的恐龙们高声抗议,五个怎么够,我们要五十个。 于是,生命精英公司有求病的送来了第二部夜宵,浩浩荡荡的一群捕猎者。 这帮人在带头大哥光头强的带领下,号称抓不到霸王龙就不回家。 实际上,观众们都知道,这些人属于肉包子打狗,有趣无悔啊,所谓作死,指的就是自寻死路的找死。 这个词用在男主这帮人身上,再恰当也不过了。 主角们看到恐龙们被野蛮捕猎,泛滥的爱心,促使他们做出一个愚蠢的举动。 恐龙好可怜啊,于是他们偷跑到捕猎者的营地,放走了这些庞然大物。 你说你在河里放生个小王八傻的人也就算了,是不是? 你这放生的人大恐龙啊你知道啊,拯救食草类恐龙也就算了。 和男主同情的记者,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,居然捧回一只霸王龙的小崽子。 看到这个二货欢天喜地地抱着小霸王龙,小霞不禁想起了当年大话西游里的二当家。 更加作死的还在后面,一群人在房车里给骨折的小霸王龙提供医疗援助,就问你们是怎么想的脑子挽的啊? 你们是指望把小霸王龙送回去之后,霸王龙爸爸妈妈再送你们一副锦旗还是怎么样? 是不是最好上面还写着八个字,玄虎即是妙手回春? 看到主角们如此卖蠢,霸王龙爸爸妈妈们笑了,我们恐龙不长脑子,你们灵长类也不长脑子吗? 管你是华佗还是张仲景啊,对于我来说,还不都是鸡肉味,嘎嘣翅,一口一个好美味。 见识到霸王龙威力之后,原本水果不容的两伙人达成了共识,玩玩玩,鬼啊赶紧跑吧。 在大撤退的过程中,作死的行为依然没有停止,甚至更加变本加厉,比如明知道野外会遇到恐龙,却偏偏要独自一个人走出井里上厕所的二货。 当小小的戏恶龙将二货团团围住的时候,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会心疼的,这种人就算不死在侏罗纪公园里,以后也会死在什么越狱的途中。 至于后面的情节,还是熟悉的配方,还是熟悉的味道。 迅猛龙和霸王龙成为侏罗纪系列的绝对主角,最大的乐趣,这是看人类一边逃散,一边嗷嗷直叫。 唯一的亮点,大概就是男主的黑人女儿,用体操动作完成了那一剧漂亮的回旋梯。 更加作死的是,人类居然想着把霸王龙带回城市,这波操作把霸王龙乐坏了,哈哈哈哈,本来是在野外随便吃点烧烤,现在好了,满大街都是行走的美食啊,这是请我吃自助晚餐是吧,管够对不对啊。 电影的最后,当然是男主女主两个人停止了作死的行为,齐心合力将恐龙送回了他们本该待着的地方。 汉梦的老爷子再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,他告诉人们,生命自由出路,恐龙们需要的不是人类的帮助,而是滚得越远越好。 那么,人类真的乖乖听话,滚开了吗? 别着急,下一期捉罗纪公园三里,小侠会告诉你答案哦。